成年熊猫战斗力有多猛 首先呢熊猫是熊 作为师大师的猛生 它们可不是什么傻白甜 你以为圆滚滚傻乎乎除了睡觉就是吃 殊不知它们一旦超过三岁 在自然界就是无敌的存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 前里有一只出了名的暴躁公熊猫 名叫虎子 我国的研究人员是在虎子两岁零个月的时候 遇到的它 作为幼年熊猫 虎子当时只有可怜的一百八十斤 因为在野外讨生活呢 被套子套上了右脚 走路有点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点残疾 它遭到了三只柴的围攻 结果可想而知啊 虎子的脸颊 额子屁股 被柴撕开了好几个伤口 不过幸运的是 虎子遇到了潘文石教授一行人 作为研究熊猫的老教授 它看不得熊猫被欺负了 赶紧带人去支援打熊猫 其实呢 柴的数量在我国也少得可怜 但是别的动物再怎么珍贵 好像在熊猫面前都低的 最后重伤的虎子被送到动物园休养 当它重返野外的时候已经七岁半了 这时正值壮年的虎子 体重达到了250斤 猛的一匹啊 路见不平就爱拔刀相助 自己曾经的遭遇 绝对不能在同类身上上演 这一天也是冤家路窄 刚到野外不久的虎子碰到了四只柴 在围攻一只老年龚熊猫 心仇旧恨算在一起啊 几仇的虎子冲上去 一抓就拍断了为首柴的几两骨 剩下的三只柴 看老大都被拍残了 落晃而逃 它跑得鼻涕多快了 虎子追了好几里地愣是没追伤 要知道成年健康的龚熊猫 完全就是青岭南坡的一把 如果到了发景期 虎子还会变得更加暴躁 曾经有只成年黑熊刚结束冬眠 也许还是没想懂 错闯到了虎子的领地 虎子发疯一样冲了上去 黑熊被吓了一条我 彻底醒了盾 赶紧逃着摇摇 此外呢还有一只倒霉的金钱豹 他刚抓到一只小鹿 正准备美餐一顿 好巧不巧 碰到了河边喝水的虎子 热心的虎子二话不说呀 又是冲了上去 那一架是啊 把包子给吓的呀 扔下猎物就跑了 当然野外大熊猫这么勇呢 动物园长大的同样不怂 游客擅自接触大熊猫 被当场咬成重伤 最后还得自己逃医药费 说到动物园里商人的熊猫 最出名的当属鼓鼓和喜妹了 北疆动物园的鼓鼓呢 出了名的脾气大 曾多次咬伤擅自跳进熊猫园的游客 网友调侃他 梅雨之间一股王法之气 那你以为只有公熊猫这么能干吗 母熊猫同样也很厉害 来自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喜妹 在一众饲养大熊猫里 伤人数排第二 而且是轻易不出手 一出手就重伤 在2015年8月9号这天 有一名胆大的记者 违规合影不停劝告 最后被喜妹叫做人 送了个重伤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靠近熊猫 此外在2016年 喜妹被放过野外前 在做野化训练的过程中 一时兴起也玩过了头 咬伤了自己的饲养员 严重到脚筋被咬断 双手万古古折 左手手掌缺失了将近三分之一 还好及时送野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看来整天撸猫的饲养员 威胁西数还是很高的 一不小心还会被猫给撸了 话说回来 这名饲养员康复后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也表示自己已经原谅喜妹了 毕竟自己就是学野生动物保护专业的 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会遇到什么情况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 都像这名饲养员看得这么明白 从2000年到2016年 被记载到的熊猫上任事件 过了18期 有一半都是游客 违规进入熊猫场地所指 要知道大熊猫几乎不主动攻击人 但是有人闯入他们的领地 那就保不齐了 受到冒犯的大熊猫 就会进行自卫反击 警告不管用 哪里往死里咬 四五个成年人你都拉不住 而且大熊猫还有一个特点 你越反抗越动弹 熊猫就会咬得越紧 上手需谨慎 只有距离才会产生满意 其实熊猫有脆弱的时候 我们接着看 刚出生的熊猫有多大 只有100多克 是母亲体重的900分之一 反而这段时期 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 在野外 任何比他们大一点的动物 都可以瞬间接触他们的小命 在野外动物不讲究尊老爱幼 相反豹子豺狼等肉食动物 还会专门挑幼小或者年老的熊猫下手 而大熊猫从出生 倒可以保护自己 最起码要用三年的时间 前面我们提到的大熊猫虎子 他曾在不满四个月的时候 险些成为黄鼠狼的美餐 当时用虎子的母亲娇娇 出去找竹子时 还用奶水来喂孩子 家里只剩虎子 这时候的他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反而就是那么不错巧 黄鼠狼看到了圆滚滚的虎子 即使他把自己全做成小透明 气到敌人看不见自己 也没用 如果没有研究人员守在一旁 虎子就会像其他熊猫幼崽一样 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当然只要给他们三年新手保护器 他们就会成为这片区域的霸主 庞大的体型 再加上手术刀斑锋利的爪子 谁也不敢轻易靠近 作为一种大型杂质型动物 其实熊猫不仅吃竹子 也吃肉 小到猪鼠大到羊 当他们找不到食物的时候 还会跑到山区附近的农户家里找吃 当地熟悉情况的农民 也不会专长给大熊猫去砍竹子吃 而是把家里煮好的骨头 整根扔给对方 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助餐太好吃了 还会有多只熊猫换着了 都频繁到农户家里的狗都见怪不怪了 这么聪明的熊猫 好像和蠢猫一点都不沾边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保暖无忧 自然无欲无求 而野生大熊猫则是要自食其力的 不然 它没两把刷子怎么能存活百万年 被誉为活化石呢